嘴皮子逼我还溜呢 你是不是就这么被她圈进去了 然后死活帮她找儿子呀 我贱行不行 我做好照片来批 那个女人就是勾用了一动 你不是好人事 完了完了 把我哥气的都会作诗了呀 怎么着 要不要让我帮你去收一收她 你还有没有跟女孩样啊 成天跟小流氓似的 说白念了你 我告诉你 以后别去苏伊佩那小话了 在那儿不学好 嫁得出去吗你这样 人依佩姐不是为了等你 早嫁几个来回了 我说的是这意思吗 你懂个屁呀你 那怎么着 把咱们家大学上的学生骑士巷给你接了 接她干吗 你不是说人家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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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偏不接了 我就得把她儿子找回来 让她跪着求我 哥 没想到你还有自虐倾向啊 真的是你啊 要不要一起喝点 你怎么跑这儿来喝酒了 我说你怎么跑这儿来喝酒了 我家就在楼下啊 你家在这个楼下 太巧了 我之前来这栋楼发过传单 然后就发现这个屋顶了 我觉得这个屋顶特别美 所以有的时候心情不好 我就会过来发发呆 你怎么会过来 虽然我也不知道 你跟你妈妈之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但是 当妈妈呢都是这样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 成为自己的骄傲 可是有的时候就会忽略 对你的这种期待 可能会给你造成很多压力吧 而且 无论她做什么 不论她说什么 她一定都是为你好 当妈的人就是不一样了 不许笑我 我说的是真的 听你说完刚才那些话 我心里舒服多了 那就好啊 好了 不是我了 你不是说 你只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会来这儿看看吗 怎么了 是又想自己的儿子了 我每天都在想他 放心吧 你一定会找到他的 只要你坚持住 是 我必须得坚持 咬着牙都得坚持 我就不信 我找不到他 来 上门取衣服 对不起 我们没这个业务 我 喂 你好 上门取衣服是吧 我们这儿有一个最低消费 一百元 没问题啊 好 那麻烦你把你的地址告诉我 十九号是吧 行 我会尽快过去取的 谢谢啊 那谁定的这规矩啊 那生意这么差 送上门来的生意 为什么不接啊 坐地铁 坐公交不花钱啊 你答应的你自己去啊 我也没想让你去啊 再说这地址好像不太远 我就走路过去吧 不是 这 不远 不远 去吧 站住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怎么着 我生意你还不做了 刚电话是你打的 你可真有意思 不是已经说了吗 让你别再缠着我了 谁缠着你 我洗衣服不行啊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不了 好啊 那我给三五五打个电话呗 看你这服务态度对不对 你 衣服在哪儿 进来呗 你拿出来吧 我不想进去 什么叫上门取一不懂啊 取不去 别动别动啊 哪个你都赔不起 跟我进来 叫你进来 床单被照给我插下了 那儿有干净的赶紧换上 什么啊 这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 那请问什么是你的工作范围 我自己插也可以啊 没问题 只是我现在有点累 你等我休息一会儿啊 我拆完你再走 那我先把衣服拿走 不行 你怎么做服务行业的 我跟你说说啊 服务行业拼的就是服务和态度 你说你什么服务什么态度 进来这儿不成那儿也不成 那怎么成 伸手就想吃饭吗 上门服务懂规矩吗 自戴鞋套 你说你穿着大皮鞋 要往我卧室里面走你觉得合适吗 我跟你说 这北京找工作不好找 我真不想给你老板打电话 你是拆啊 还是不拆啊 好好拆 不着急 把床单给我换上啊 好好展示一下什么叫优秀的服务 我在外面等着你 我给你 一一只下 气氛不算融洽 是不是就这些了 还有没有别的 沙尔链拆下来 冲联 对啊 这北京吧你说风沙太大 这沙尔链十天半月不洗 全灰蒙蒙的 赶紧给我拆啊 那儿有凳子啊 你轻点 轻点啊 你轻点啊 轻点啊 你轻点啊 轻点啊 注意啊 弄坏也赔不起你 弄坏也赔不起你 人家的贵女 有花带店 付钱她买来 这太高了 我够不着 能不能帮个忙 我知道你不会帮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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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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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就这些了吗 没有别的了吧 暂时就这些吧 还没想好呢 想好通知你 行 如果之后 有什么贴身的内衣药洗的话 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这 我回来了 这么多呀 你放这儿我来 放这儿我来 放这儿我来 我来 这么多怎么呀 再遇上了一个大客户 累坏了吧 慢点喝 慢点喝 你这一趟可值了 老板 回来路上 我想了一下 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都挺懒的 不如咱们增加一个上门取义的服务 生意肯定能变好 还能增加不少回头客 想法是个好想法 不过这个店里的情况你也清楚 就咱们俩 我也没有再多的钱雇人了 谁干呀 你说这是 我干呀 你在店里待着就行 我觉得咱们应该试试 你要真想干 我支持你 周末加一个菜 你真要把这个生意干好了 我跟你提成 我跟你提 提成 行 喂 您好 老秦干洗 喂 赶紧过来一趟 我拉东西还没洗呢 您是哪位 我红妆 别装提不出来啊 刚才已经拿了这么多衣服了 你要不着急的话下回再说吧 我不急我找你干嘛 快点啊 小样 我累死你 笑我 怎么了 还是刚才的那个客人 说有些衣服落下了 让我现在去取 刚才那是大客户 快去快去快去 回来回来 快去 这儿我盯着 请问你还有什么要洗的 是吧 那你把它拿出来 别愣着你动啊 行 遇到您这样的人 我认栽 我来搬 你服务态度好点 你没事吧 没事 不要你可怜我 这什么东西这么沉 注意点 注意点啊 你看 我今天一帮你就行啊 你求我帮你 我不用你帮 喂 怎么了 好 我知道了 出去的时候 帮我告诉门啊 你 这个楼吗 这个楼吗 多少呢 给我处理的 二二零三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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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姐呢 咱们去哪家吃 去什么吃 没有胃口 回去 不用 谢谢 谢谢 小夏 都累了一天了 别干了 我马上就完事了 你先走吧 我锁门 小夏 别看你来的时间不长 不仅帮了我很多忙 还给我出了很多主意 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谢什么呀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有什么好谢的 夏 我给你的奖励 拿着 奖励 快拿着 谢谢啊 别客气 早点休息啊 哎 看着就好吃 好吃你就多吃点嘛 这段时间谢谢你收留我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以后我可以天天给你做 那怎么好意思呢 你一天够忙的了 不嘞 杜姐 我敬你一杯 谢谢你 咱们就饮饮料带酒了 太客气了 来 家宝 别理了 吃你的 给 吃一块鱼 ziehen 出事 怎么啦这是 公司倒了 那帮人卷着还inha 什么啊 全市这么多家连锁店 该不会真的收倒就倒吧 我去习城取衣服 拉门锁着 好多人和我一样都刚知道 都等在那儿 工人也全走了 我们又去公司 公司门也锁着 办公用品都搬走了 那咱们这儿是不是也得关门了 不行 我还得去公司收着 我的家门款 还有好多人办得卡着 你在这儿呢 你 你来取衣服了 真是不好意思 出事了 我们的家门商跑了 我正给老板打电话呢 我想让他先把你的衣服给抢出来 可他一直都不接电话 江峰商跑了 是 还有这样的事 对不起 真是不好意思 这事我们也觉得 不是 这不是不好意思的事情 那我怎么办 我晚上演出要用 那我总不能随便弄件衣服 跟别人穿得不一样吧 你演出几点 晚上七点 算了 你别着急了 也不是你造成的 我再想想办法 等等 我现在就去帮你找衣服 无论能不能找到 我都给你个信 不是 你去哪儿找啊 帮我把门关上 老板 小白露 请假的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叫你没听见 你有什么事 取衣服 找你能有什么事 今天取不了了 我们的加盟商跑了 工程倒了 不仅有好多衣服 都拿不回来了 那里会做妥善的安排 你在家好好等几天 真的假的 全是有十几家加盟店呢 又不是只有我们一家 明天就上新闻了 信不信有你 别拦着我 我要去工程 工程哪儿呢 昌平 你怎么不跑着去啊 昌平在哪儿你知道吗 你骑车去 后半一天能到 真的假的 昌平 昌平有这么远吗 你笑什么 我问你话呢 商品有多远 我问你 我地毯在哪儿 工程 工程 不用你管 我自己去 你 你 你干什么呀你 你干什么呀 我干什么呀 窝窝什么呢 害怕了吧 是得害怕 知道我那地毯多少钱吗 五万多 五万 不叫一个地毯吗 怎么会这么贵啊 你可盯好你们老板了 他要跑了 我就盯着你 被我红中盯上的人 要么还钱 要么挑户生合去 开玩笑呢 别那么害怕 哥们热心肠 没那么狠 你那店倒了 接下来怎么办啊 好好工作牛腰 非得瞎折腾 现在好了吧 哭都没掉哭去 不用你担心 我有手有脚的 我饿不死 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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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路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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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路 让我一下 下半路 下半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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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让一下 你让我一下 这件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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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 对 我来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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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 不好意思 大姐 扔一下 这 这 这件是我的 大姐 大姐 那 这件白的是我的 这是我们爹的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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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衣服你们别乱抢呀 都弄 弄错了 怎么 怎么不强烈啊你们 就这个 这 女的更有任性呢 还不出来 放得下吗 放得下 臭大扎的 哎 接着 你的五万块啊 你自己搬出来的 你行啊你 喂 在外边呢 车厕发了 在哪儿呢 人上张没有 费息我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顾不了你了啊 那我的衣服呢 先帮我车张呗 那你快走吧 快 那我回头转你拿吧 对 带钱没有 带了 你赶紧走吧 马上回去啊 喂 是 我到了 音乐厅是吧 行行行 我问问啊 没事吧 快看看 那个 没耽误你事吧 快看看 那个 没耽误你事吧 没有 你看看有没有坏 谢谢啊 怎么了 没事 男生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所以我有点胃的 你快进去吧 我就先走了 走 我来休息一会儿 你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我演出完就送你回去 别走啊 别走 不用 哎 您好 您是在白鹿吗 哦 不是 哦 这是曲克老师要送的 哦 谢谢啊 嗯 她说让你在里吃完 好好休息一下 等她演出完之后 她会回来接你 哦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不客气 嗯 我让你吃 你吃吧 我给你吃吧 我给你吃的 嗯 你看 你吃哪个 你吃拿钱 我给你吃 谢谢 你吃 啦 我 我给你吃 谢谢大家 快来 我怎么睡着了 对啊 你也不怕感冒了 你结束了 结束了 顺利呢 顺利 谢谢你的面包 特别好吃 我得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把我的衣服送来得及时 今晚的演出我可能就麻烦了 不用谢我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走 我请你吃饭 不用了 我都已经吃饱了 跟我客气什么呀 你帮我那么大的忙 我请你吃饭也是应该的 走 许和 孙院长 许和真不错 年纪轻轻的 台风如此稳健 真是意高 人胆大呀 看你说的 你不看谁的女婿 孙院长 您说是吧 许和 我约了顾院长 还有好教授一起吃夜宵 你一起去吧 正好聊一聊 交换学习的事情 实在不好意思 我约了人了 改天吧 抱歉 现在洗衣店到了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再找其他工作呗 说得容易 你以为在北京工作那么好找呢 你和你妈妈的问题都解决了吗 算是吧 你说得对 天底下 没有不心疼孩子的妈 这么晚了 你干吗去 我去找人拿点东西 对了 餐里团在哪儿啊 坐公车能到吗 大半夜的 你去那地方干吗呀 我洗衣店了 有一些东西在一个朋友的车里 我得去找他拿 你明天去不行吗 那地方人杂 醉汉又多 再说了 谁知道他还蛮好心的 应该不至于吧 没事 我会小心一点的 关键是不能明天去 因为那个朋友不好找 行了 不跟你说 我先去了 等等 那你把这个拿着 那 干吗 把个身呢 我看你笑 真的 不至于吧 就是拿着吧 不说给姐打电话 知道了 谢谢 小姐 几位啊 我找人 找人 男的女的 结婚的还是没结婚的 要不要我帮你看看啊 干吗呢 你这么找我客气 我去找他 那你们 慢慢聊啊 你就是 露了 你这是 他会来一种小白兔了 走啊 我的衣服呢 着什么急啊 坐一会儿 在哪儿跟招财猫似的 我就不坐了 扶着衣服我就走了 我还不会抢衣服呢 我也帮你抢一串衣服 没欠你 拿出点诚意好不好 还说不能喝 真是没少喝吧 您不喝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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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在哪儿啊 把钥匙给我 我自己去哪儿 你傻呀 我出来喝酒 开车 找警察抓我 那你还叫我过来 要衣服了 再下来的路 不用我真欠你的事 等着 喝完这瓶酒 你拿衣服 那我下去等你吧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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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去谁啊 我去 好了 我去 你去 你去 我去 伍昌 伍昌 干嘛呢你 伍昌 对不起 不好意思 认错人了 怎么着 文静 你发膳是吗 不不不 你找对人了 不是 你弄错了 对不起 我真是认错人了 找个地方是单狗了 安静了 你干嘛说吧 你干嘛说吧 谁 你说干嘛 别 别打了你们两个 误会 误会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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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动手啊 别打了你 别打了你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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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今天最吃的好不容易 公众 你这伤没事吧 众不点皮 没事 我说你这伸手是大不如情话 他没事你都挂菜了 我现在就倒霉呗 出门踩狗屎 放笔打脚轰干 这人是惯犯 好几次在大街上 猥胁妇女 我们一直在抓他 这次你碰上 损他倒霉 把他多关心日子 别让他那么早 出来祸害人 这是法院的事 时候不早了 赶紧把小夏送回去吧 好的 下半路呢 就到这儿吧 别送了 衣服 我明天去找你拿 你还真就想着你自己 我这儿怎么算 我这儿怎么算 我刚才不是都说了吗 天太黑了 我也不是故意的 本来只是想帮你 我怎么就知道 你不是故意报复我 要不你再打我一下 算扯平了 亏你想得出来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要不我现在带你去医院 要不我赔你钱 赔钱 知道我脑袋是多少钱吗 我让你赔钱了吗 你先说说 刚才跑什么 是不是见到你老公了 不关你的事 你成天跟眉头苍蝇似的 不是个办法 我已经说了 这是我的事跟你没关系 我觉得跟我有关系 我赖上你是怎么着 那算我求求你行吗 能不能让我亲近一会儿 行 那我们今天就说清楚 我觉得你丢孩子 跟我有点关系 今天这个 咱们俩亲 以后你爱干吗干吗 我还不管啊 今天 今天 对不起啊 没有 谢谢你 有什么事啊 有什么事啊 没想到 这么快就都搬空了 是 空了 那些衣服 我 我知道 这个衣服 昨天就安排好了 你的朋友一大早派人送来了 我把所有的衣服都送去了 就剩两家 这两家没人 回头我再给他们送去 你别说啊 你这个朋友看着不咋地 挺有责任心的 遇到这么大事 帮我这么大忙 你回头提供好好谢谢他 游嘉 剩的东西不多了 你想要什么 就拿什么 那缝纹你今天也不要了 如果你不想要的话 那你就给我吧 我以前学过两年的缝纫 那之后实在找不到工作 我就摆个摊 给人修修衣服修修裤脚 怎么样 你干吗把自己说得这么可怜啊 你还年轻 今后路还长着呢 这个缝纫纪我就是留给你的 我怕你把我老秦忘了 留个念想 谢谢 我人在城楼 而观山那景 二重的尘寒 华总 洪总有事啊 没事 招人呢 生意不错啊现在 年纪大了 但不动了 招个人顶着 挺好 超疯啊 喂 家宝 家宝过来帮干吗 这么多亮 老板 这双鞋多少钱 那个鞋拿圈号一百六 不单卖 你就单卖给我一双吗 我这是批发的呀 这个也挺好看的 有全号吗 老板这个 全的 这一号是刚上了货这一号 那你帮我也拿一套呗 拿一套 嗯 行 老板 能不能把我这一双 算再跟姐姐一块卖啊 老板 你就给他拿一双吧 行嘞 你要多大哦 四十二 你等下我另给你拿一双啊 谢谢你了 是 好 这个行吗 这一户行 走老板 那个米式的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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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试试 老板 那衣服我先来走了 照言计小啊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这个衣服 请问您是老板吗 对啊 你这是要招人吗 你看我行吗 之前干过吗 在商场干过几年 我们这儿是批发 跟零售还不太一样 要不这样 我今天免费给你干 你要觉得我行 你就留下我 你要觉得我不行 我就当逛街了 董老板 这个给我来三件M的 再加两件L的 好嘞 大哥 你看你这做女款的 这些呢 是我们今天早上新到的货 全部都是新款 别价还没呢 你要不要来几件 你看看这个 这个也挺好的 不错 不错 你是新来的 哦 是 来 这两码也是全的 还有别的颜色 我还帮你搭着这个红裤子 虽然挺大胆的 但你不觉得很特别吗 不错 不错 正好啊 我这几天要换出创 那个 这几件都给我来着 每个号码来五件 没问题吧 明天早上六点 迟到了扣钱 你用我了 每个月一天假 中午馆饭 干好了有替成 没问题 谢谢老板 把这儿收拾一下 好的 收到多少 杜洁 你这是在纵容她 她已经不小了 也该懂事了 家宝 家宝 行了 走了 你看你妈来北京这么久 这么辛苦努力的挣钱 不都是为了你吗 你再这样 你妈所有的辛苦都白费了 你看她来北京这么久 她好好给自己 你买过一件衣裳吗 下白了 你干什么呢 家宝是我儿子 你凭什么对她指手画脚的 干什么不干什么 我自己烂印 我这是在帮你呀 用不着 要管 等你想找儿子以后 关你自己的线 不好意思 但我刚才什么都没说 你怎么批呀 这个衣服 密发八十 零售一百 这是透视装 今年很流行的 你要不要拿几件试试 太不够了 你给我少了吧 少了要多拿几件 这已经是最低价了 我们已经挣不到钱了 那我们再看看吧 你 大姐 有什么需要的 里面有好多新款 要不要 知道谁大姐呢 咱俩还不知道谁大呢 你哪儿来的 呦 佩姐 佩姐 小夏 这是佩姐 那边那个铺子 就是她开的 您好 佩姐 周老板 你从哪儿拐来的 怎么说话呢 刚来的 不太会说话 别搭理她 别搭理她 老处里 净事 我出去办点事 你先忙着 你去吧 领不住啊 老周 发那么多货呢 生意兴隆啊 小本生意赚不了多钱 跟我哭什么穷啊 我又不讨债的 跟你说个事啊 你不招人吗 我给你误色了你 形象好气势算 帮我你买 老您费心 可我这儿 已经找着人了 这么快啊 可不是嘛 敢巧了 昨天遇见个特别合适 现在人不好招 我就赶忙给留下了 您要早说 您有人介绍 那我一直等啊 现在也不晚了 不就才单个班车吗 给点钱打发走就行了 那不合适了 有什么不合适 不是的 要不这样 半天工资我出 双倍 我明天让我那人 过来上班啊 这 回来了 晓晓 明天你别懒 今天的工资我加倍给你 老板 对不起 我知道今天是我的错 我今天工资不要了 那个罚款也算我的 不是罚款的事 那我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 那我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 你跟我说 我一定敢 你看这样好不好 算了 算了 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我对你特别满意 不想辞你 可你要知道 我这店铺也是租的 这地方好 好卖东西 可我得罪不起房东啊 房东说要借上人过来 我这小铺面 怎么也用不着两个人吧 可是我先来的 老板 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啊 这我知道 他要是能讲理的话 我就不愁了 算了 我对不住 可房东啊 我是真得罪不起 这是今天的工资 值得不少 我去找房东 这钱我不要 我要去找房东 你去哪儿找他呀 我跟你讲啊 出门左拐 物流公司办公室 他就是物流股子老板 那人脾气不好 小心说话 我知道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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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有人在吗 你找谁啊 您就是物流公司老板 怎么着 有货要发吗 他想发你还敢接怎么着 你看 你这办公室又没人 我这不是帮你问问吗 问我 我应该在这儿守着 不然总有人打歪主意 得 你这儿有事我回头再来 三年七店铺是你的 是不是瞬间觉得我更土豪了 好 我明白了 你站着 明白什么呀 你怎么找我在这儿 找我干吗呀 对不起 如果我知道这是你的地盘 我绝对不会来这儿找工作的 老周不知道咱俩有过节 你别难为的 老周 他招那些人是你啊 那挺巧 是挺巧的 不过你放心 他已经把我辞退了 明天你就不会见到我了 还有 还有什么地方是你的地盘 请你告诉我 我可以躲着点 告诉你 只要你在北京 哪儿我都能堵着你 有没有想过请求我 说几句好听的 没准我让老周把你留下了 我宁愿饿死 喂 我出去一趟 你们慢吃 这么晚了还出去啊 这小夏呀 明可苦了 因为相信爱 所以还在等待